今天各地感受湿湿冷冷的 不過中央氣象局表示 明天開始溫度回升 因為這波大陸冷氣團 只影響到明天清晨 明天白天之後 冷氣團逐漸減弱 但中部以北 東北部仍偏冷 其他地區早晚也比較冷 那預計這波冷氣團影響時間 在明天清晨 局部有十一 十二度的一個低溫 那還是要留意一下 在東北部地區 基隆北旱這些地方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可能有一些局部 較大雨勢的一個發生 那溫度上來說 從明天白天開始 溫度到後天就會 有比較回升的趨勢 那各地的高溫以台北 以北部跟東北部地區來說的話 高溫大約回升到二十至二十二度 中南部地區約二十五至二十七 花東約二十一至二十三度 氣象局表示 也要特別留意雨勢方面 今天晚間明天清晨 東北部也有局部 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另外週五又會有 一波東北季風增強 本週末都是東北季風影響的天氣 北部東北部這三天都會比較冷 其他地區則是早晚偏涼 也要注意保暖 遠時新聞Moulas 一故台北市曾經報導